哈哈哈哈 我現在來到清水紙了 Let's go 我滿足這個值得一試這個 嘩 嘩 最後一罐很燙 好燙 這麼長啊大哥 這個叉燒不得了啊 嘩 在海中心裡 Belanine這樣游 這個是我的世界 全部都是我的 所以我不跟你說 我要先買東西 Bye 4 3 2 1 0 登入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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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ay 早上啊各位 今天我在大阪的最後一天了 我現在要check out 現在早上的時間是11點 因為日本是跟我們平時的酒店不同 會11點check out的 好點起床 那我們趕快出發去我們的行程 我們便會多一點時間玩 不過也不要緊 我昨天5點多才睡 這個酒店我真的覺得OK 大家可以來住 地理位置超方便 而且酒店超舒服 是唯獨是有的挑剔就是廁所 真的很不方便 你洗澡和便宜的位置 不要太悶了 那變相又不太方便 因為洗澡的位置沒有位置 放衣服 那在酒店一出來 第一站去哪裡呢 那我們就去黑門市場 現在是早上時間的11點左右 那我們現在正式出發 黑門市場 開門市場 提到小人 打掉 我看到她的 AUDIENCE 開門市場 好像不聊 我打了 啊 我不會 我不會 在門口第一時間吃了水果 我們先吃蝦蜜瓜 之前我來的幾次都沒有這幾檔東西 我發現現在加了很多新的檔攤 先試這個 這個蜜瓜 嘩 嘩 先試這個蝦蜜瓜 蜜瓜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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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 這個蝦蜜瓜 蜜瓜 這個蜜瓜好甜 好吃 肉很軟 這個好吃 會再結尾 好吃 這裏就是黑門市場 黑門市場是一條直路 旁邊左右都會有不同的街 有藥妝店 有很多不同的海鮮市場 還有很多不同的手信店都會有 就是這條大街 這裏就是黑門市場 黑門市場一定會新鮮 前日我去京都的錦市場 你會看到所有的魚生都特別新鮮 黑門市場的優點就是這個 還有很多大型的魚生吃 這間的黑門市場 我也是第一次來 這裏好像是一個超市 但全部都是很新鮮的魚生 買完之後就可以在這裏 買單完之後就可以在這裏坐下吃 這裏網上是超出品 我這次是第一次進來這裏吃 好餐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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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真的不得了 我還沒吃這個滿足的鰻魚 超級大 我之前不是介紹過鰻魚飯 很好吃的 不用了 吃這個已經夠了 這裏都是1800元 然後還有三條鰻魚 我覺得跟鰻魚飯差不多價錢 那我吃鰻魚壽司 試一下 真的不要客氣 好餐吃 整個了 唐魚的飯這麼小 那個鰻魚的飯這麼小 這個米很大 很美味 非常大 那我全部都能吃 塑滿了這條 這個如果喜歡吃蠻魚的話 你一定會明白這個有多好餐 這個100分45分 它有98.99元 這個不吃魚生的人 現在要試這個大的拖羅 你看這個 石大舊啊大哥 怎麼搞啊 真的這麼大塊 很瘋 這間的黑胡椒生 平時真的沒問題 我試試看 不吃魚生的人都公安吃了 它是入口即溶 軟的 這口的魚香味很香 除了醬油和魚生之外 還帶點魚香味 有一點油油的感覺 這個日子是非常合適的 不過也是這個鰻魚最有滿足感 整個口心的沙 好噁啊 好軟啊 沒得吃 吃一吃 吃一吃 天堂級好吃 現在晚中期待 現在可以吃這個超新鮮 我第一次吃的是夾出來的 那隻蝦本身是三眼的 然後吃這個超新鮮的刺身 但我放了一段時間 它已經R.I.P.一路... 怎麼搞啊 喂 它還在山啊 那隻蝦已經一路好走了 所以我們現在可以吃這麼新鮮的刺身 想你吃過這麼久的東西 先試一試 我真的第一次拿著生的蝦去撕開 真的第一次 我的感覺很...很難撕 怎麼那麼難撕呢 很難撕啊 既經辛苦 終於都撕到這隻蝦了 我們現在吃一下這隻蝦好不好吃 嗯 好爽 好爽 真的 跟我們平常吃光鮭的蝦是相差好 好爽 嗯 吃了一次 好爽 我還沒吃過那隻蝦是這麼實的肉 這隻蝦不錯 300日圓我覺得很便宜 但如果你真的不敢去殺身 或者這樣吃的話 就不建議你去吃 但是放在這裡等它自然下酒 好爽 這隻蝦不錯 可以沒有介紹錯 好爽 vaan 讓我吃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多門市場永遠都這麼多人 因為真的很熱鬧,很多東西吃 所以不同國籍遊客都在這裡 嘩,嗨! 這麼多人排隊,是什麼來的? 吃啊,吃啊,什麼來的? 買啊,嘩嘩,吃啊,吃啊 吃它,吃它 這麼多人排隊一定很好吃 吃到宝珊才開始 吃啊,吃就好 吃啊,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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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的啊 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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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試試這個東西有多好吃 它的樣貌味煎出來的時候 好像午餐肉似的 試試看 這個東西吃下去的味道 有牛肉味的,很汁 裡面的肥膏 口感是一流的 但是呢 有點像豬肉,但沒有豬肉味 當你網上試試,我覺得滿足感也有 但味道是100分滿分 是62.34 你好啊,你好啊 是嗎?謝謝,謝謝 謝謝支持 好不好吃啊? 不好啊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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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不是它的頒起 是enti了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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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好啊 我們在不斷 我們現在來吃海膽 這個海膽跟我們昨天吃的完全不同 1000日圓 還要扣滿的 我現在試試看 在海中心裡 有你也有 證明你也有 好吃 跟昨天那個很遠 這個口腔的鮮味 很好吃 因為它扣滿了更加值得 昨天那個只有450日圓 它扣滿了 你可以吃到四五口 哇 不得了啊 好好吃啊 這個吃得很棒 很滿足 真的很滿足 這間海膽和飯拿貝 我上次來大阪黑門市場 已經有介紹過 所以這間飯拿貝是超好吃 大家記住在這裡 嘗嘗 魚腹 可以在這個十四路口嗎 你一定找到的 你沒可能找不到 除非你的眼睛有老花 叫了這個飯拿貝是800日圓 它會把整個飯拿貝切粒 切到一粒粒 然後還有一些飯拿貝邊 嘗嘗 好吃 上次我吃的好吃 好鮮啊 這隻真的好鮮 Exactly 也都是大海中 有海嘯 不得了 好吃 大大粒 超滿足 飯拿貝邊好吃 其實醬汁應該很好喝 因為它舊一舊 都淡淡的肉 它是把一隻裡面 開了很多粒 變相一隻可以分享 或者兩三個一吃 或者一班人吃 每人一塊都可以 兩個人吃 可能每人都吃了四五個 正啊 好滿足 超棒的 這個真的 喝完這個汁 這個汁真是世界級正 吃得一試 正啊 好重口味 這間呢 這間呢 就是我上次來吃的 我說是好吃 值得一試 新加坡的觀眾都介紹我吃 是不是好吃 是不是蠻好吃的 是的 謝謝你的 不是我一個人說 但是我吃後面那間 謝謝 我現在試一下 觀眾買的這個神烏牛 都會一起吃 我不客氣的 先吃 好香 嗯 好吃 但是它薄了一點 沒有那種很厚 很滿足的感覺 但是牛肉也很脆 而且口腔呢 其實比較流香 那些牛在口腔裡打滾 這個超級好吃 你們一定要來吃這間 但是我真的去試前面那間 好吃 買東西那裡 然後你買不知道多少錢 給了四張 給三張 就可以抽獎 然後我們來抽獎 不知道是什麼 剛巧看到我們才抽 其實本來也沒想到抽 任吃黑門市場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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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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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2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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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好鮮呀 這個很好吃呀 好鮮呀 我一個裡面可以吃到六、七口 最大大口的滿足 哇,好滿足,這麼大口的海膽 好鮮呀 好鮮呀,我不吃魚生,不吃這些的 這次真的是第一次在這個地方吃這些東西 這間的海膽呢,我覺得沒有剛剛那間那麼好吃 我現在在吃1500日那個 我吃不到滿足的味道 是平常的 剛剛那個是大海中 這個是... 有未去到長洲的,可以高級一點 搭乎倒海,不是倒海少爐,就是倒海少爐的重量 搭乎麗星油華那些 但是...麗星油華? 麗星油輪那些 但是... 它就不是我最好吃的那一隻 它也OK好鮮的,但是不夠鮮 因為空滿分這個是... 71.23,剛剛那個是89.34 它也很美味 其實呢,一直吃這些海膽呢 你沿路保持著口,都是超新鮮 超新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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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啦,那種感覺是真的很滿足 其實我已經在黑門市場玩了 一個半小時至兩個小時左右 所以如果你第一次來黑門市場的話 你真的要留兩至三個小時 但是不要太晚來,我太晚來沒有東西吃的 你預計好像我現在那樣,11點多來 我覺得OK 如果你想再少人一點的話呢 那就再早點來啦 This one This Yes Yes Thank you 那我們現在點了一匹 大概2232日圓 那正常一匹我想都是1900日圓 左右或以上的了 那所以現在就吃這個太好吃了 我先吃這個橙黑無和牛 先試一下 聞起來是極香的 燒的時候已經很香的 但是非常多 其實你一班朋友吃應該最好的 兩個人吃都應該有點飽 因為都很多份量 我想這裡有十幾塊 很有牛肉汁 很有肉汁 而且這個牛肉很軟 很美味 但是沒有去到威士忍下去 那種感覺是暫時還沒有 但是很好吃的 它夠多汁 而且它不韌的那一刻的感覺是真的很好吃 再加上醬汁下去 很好吃 但是有點飽 如果這樣兩款就吃這個東西 但是 只要試試試看 這間大家也可以來試試看 它有很多款的 我隨便選了這一款 其實有隻薄一點 所以我相信那隻會比較好吃 所以你們看到的時候可以先試試看 那隻薄一點 然後再試試這個 雖然這個牛肉是真的蠻好吃的 但是 我忠告大家 最後才吃這個東西 那你就不會太膩 頂著胃 吃完這個東西 剛剛好走 不然 你一開始吃了這個東西 你要攻略 這個是吃東西的攻略 為什麼我會放到最後 就是這個原因 吃完之後它真的會很頂胃 你看到的東西 就不想吃 但其實你不飽 因為它太油 頂著胃 但是這個牛肉是世界級 值得一試 是值得一試 OK? 最後一站 我們要吃這個士多啤梨 這個士多啤梨有大盒 有細盒賣的 但四盒其實都是一樣的 只是分了一些包裝 價錢會不同 我買了一盒大的士多啤梨 還有一盒白色的士多啤梨 是細盒的 先試試一試 很大顆 日本的生果沒理由吃 以前來大阪可能未必有機會吃 所以我都說今次的旅行會吃一些我以前沒吃過的東西 先試一試 好像很棒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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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甜 好甜,大盒是一千六百八十元 便宜,好甜,好滿足 你們看 啊,是不是挺好的? 吃 它甜得來,它的汁會湧出來 那顆粒都很大顆,真的很滿足 這樣吃,很棒 嗯,這裡好甜 這是我吃過最甜的一粒 很好吃 你問我為什麼不洗呢,其實不管 你來這裡真的不會想乾不乾淨,但真的很好吃 好棒 很棒 來到日本,不可能吃日本的水果 好吃 吃水果這間店,門口有水果賣 裡面會有這些海鮮,即場燒 剛剛我坐在這裡吃,這裡可以到處吃 有自身,或者一些熟食的食物,這些都可以吃 如果大家記得來黑門市場,就是這個日本橋站 10號出口,這樣一出 然後就走這裡,一直走幾步路你就會看到 那記住,是日本橋站10號出口,一出你就會看到 這次是我第三次來黑門市場 但是這次是我最最最最滿足的一次 因為我真的吃了很多我從來沒吃過的東西 吃了那個魚生的店,吃了山的蝦 所以我都是覺得很滿足 吃了很多生果,之前都沒試過 那希望你們有聽到我介紹更多的食物 你們又會有一個資料搜集 可以做到一個很滿足 那我現在下一站去哪裡呢? 現在下午的時間2點3 那我就去梅田 為什麼我要去梅田呢? 因為我要去Pokémon Center 那沒理由來到日本,我不是Pokémon Center 因為你都知道我今次來我沒有夾過公仔 那不夾啦,因為今次和朋友來 我朋友不是很好這些東西 還有我也是想放鬆,看風景多一點 所以就變想不要夾 那我就去梅田,走個圈先 因為我都沒去過梅田 那我再分享給大家看 我們黑木市場就在日本橋站那邊 那我們就因為看到梅田站要轉車麻煩 所以我們自己沿路走到深齋橋這邊 那你直接去梅田站就可以了 如果不是大家去深齋橋就直接去梅田站那方便 這 來到梅田站了,我覺得它像是大型商場每一個站 我昨天買了蘋果味的水 可以的,但不夠濃郁 我覺得可以的 我現在準備出發去Pokemon Center 很緊張 我要去買很多皮卡蕉 現在是不斷很努力地跟著 因為很多商場都圍繞著街道 沒有街鋪走 我現在跟著Google Map 找Pokemon Center Pokemon Center OK,我們正在找 OMG 我終於到了Pokemon Center 好像很大 這間很大 如果你們喜歡皮卡蕉 你們來這間吧 跟機場的兩回事來 很大 我終於來到Pokemon Center 很大 是我的世界 全部都是我的 所以我不跟你們說 我要先買東西 全部都很漂亮 但怎樣帶回香港 很多東西看 真的比機場多 100萬倍 看來這裡是有限 跟你說 這些筷子 我全部都買了一個 跟你說笑 不過這些是BB 我沒理由會找BB 但全部都是我的 OK,你看我多開心 它有些手信套裝 這個盒子和這個 然後我正在擔心賣誰 我朋友說兩個選一個 全部都是我的 所以我選了兩個 我超漂亮的 你看這些盒子 這些全部都是 超漂亮的 1200日圓 瘋啊 我這裡很久走 可能走幾個小時 全部都是我的 我看了這個Figure 好帥啊 這個Figure 是7400日圓 但我真的想買這個 我竟然拍 買了一些玻璃製的東西 那你結帳的時候 就要跟她說 你自己的國家 即是跟她說 你回香港 她就會幫你包裝 我買了很多被卡超的東西 是否開心很滿足呢 我是 我管你是不是 她出門後 我看到她好像 12月1日至30日生日 不知道有什麼搞 我走去看看 Yeah Yeah Thank you 是否有禮物送啊 好開心啊 我現在 生日有禮物送 我有生日禮物是被卡超啊 不知道是什麼來的呢 OK This one Thank you 我有個生日帽 哈哈哈 不過真的很開心 Thank you 她不是想到現在 給我帶嗎 麻原單出來 這裡全部都是被卡超的街機 然後還有很多專門是被卡超機的扭蛋 哇 我覺得這裡很棒 是被卡超們 你們一定要來這裡 不是跟你開玩笑 我明天生日 所以我的生日帽 是不是很搞笑啊 比卡超生日帽 你認識什麼啊 小朋友 好像挺開心的 好久都沒有玩過這些機 但是看到真的很想玩啊 我要按這個款 好了200日圓而已 這個可以的 記底可以留一個紀念 所以我記得選它 欸 好久沒玩過 先拍一下 是怎樣的 我已經忘記了 啊 搞定了嗎 搞定了 怎麼這麼快的嗎 好 就是這樣啊 耶 耶 其實在這裡已經賣完蛋了 大概已經有半個多小時 但我還在這裡走 我這裡走了差不多兩小時 我是不捨得走 我走完之後又看人家打機 看人家打機 看人家扭蛋 自己又扭蛋 然後又繼續走 我想我會再回購 哈哈 瘋了很多東西買 在這裡好 我不捨得走 但是香港開了Pokemon Center 我知道 所以我先留守 不然我會繼續買下去 好了 現在下午的時間 5點搭4了 那我要走了 我要離開Pokemon Center了 因為呢 我今晚是搭11點幾 還是12點幾 所以呢 要拿著時間 在心齋橋那裡玩完夜晚去 那不要浪費 那這裡呢 I will be back 我一定會回來再買 現在呢 剛剛走到這個西梅田這個地方 我們走在紅色這個地方 藍色線那裡梅田的旁邊 那我們呢 就要搭兩個站 還是三個 搭三個站去 那個四橋那個站 去哪裡呢 就是我要去買Porter 那個美國村 我帶大家去看一下 那裡有很多不同的潮牌 和牌子的賣 我們現在出來了 我們搭到這個四橋站 現在是晚上的時間 差不多六點鐘左右 那其實怎樣來到這個美國村這裡呢 這裡主要都是買一些 有牌子小小的東西 就是日本的潮牌 例如Supreme X Girl 這些全部都會在這裡找到 那正常呢 我怎樣來呢 平時正常呢 會在心齋橋那邊 那心齋橋那邊 有那些日本的商店說 我忘記了是大遠 還是是0101那個站 那我向右走呢 你會去到明店街的 明店街再進去 但是我這次就不在那邊走過來 所以未必可以介紹到 我看看一會兒可不可以介紹給你們 那如果不然呢 就在這個站進去 我這次第一次這樣出 那看一下 我再給大家看看 那我再給大家看 那就是美國村這裡 那這個進來呢 就會見到很多牌子 那第一間呢 你會見到X Girl 然後再走久一點 就會見到不同的牌子 那前面我就是我想去的Head Porter 先試一下啦 就是這裡有很多比較潮的款式 你會看到有星星那些 就會特別一些款式有格子 就不會像平時那樣悶 你會看到比起傳統的款式會漂亮很多 它有牛仔,又有星星 這裡還有格子,那邊就有迷菜 那為什麼我會喜歡這間的原因就是這個原因 所以很多款式你要簡單又有 比較型格的路線都會有 所以我永遠都來這裡看 教大家如何來到這個美國村 如果在深齋橋中間那裡走出來 你應該會找到這間D&G 跟著Prada,Hugo Boss,和Dunhill這些 你會找到這裡,在這個D&G,這裡過馬路 然後是這條路 一直走,大概走三個路口 即是三條馬路你就會看到剛剛我說的那間Porter 至於名店街前面那條街,就是深齋橋 在哪裡呢?就是這間 如果大家找到G.U.一定會找到的 深齋橋找G.U. 就是在這裡,走前 就到名店街,名店街再走 一直走你就一定會看到Porter 完,你不要跟我找不到 找不到就真的你要帶路回 知不知道 在G.U.外面呢,有一間牛角包很有名的 我現在買來試一下,40元一隻 而且還有一些朱古力味,100元一隻 先試一下 聞起來真的很香,不是開玩笑 所以我才被吸引到 然後在網上是很有名的 我試一下好不好吃 那隻香味真的很香 但是吃下去是普通的 有很多牛角包 出名是香的 吃一下這個朱古力牛角包 這個100元,試一下 會不會好一點呢 我覺得好菜很香 但是正常常合格 但是不會特意要去買 耶 真的很多人排隊 去吃這個東西 剛剛有人一買買十幾十個 但是不知道好吃在哪裡呢 不知道答案 每次來大阪不可能不來的地方 這個顧力果的這個 這個獨立金雞 金雞獨立,是不是獨立金雞 拍照,必然啦,是吧 每個人都在做 這麼多錢 我給你買到 不買 普段音樂 混蛋 每個人都拿11 MING PAO CANADA 入片 MING PAO CANADA 入片 吃一下我同事介紹的這間排隊 一直以來有很多人排隊 所以我每次都很想排隊 當然是太厲害的牌子 但是牌內真的不錯 因為他們三個人去做 人流都去得很快 我想大概10分鐘左右 試試是不是真的這麼好吃 以為日本燒這些章魚 那個餡料都比我們香港比較好 但是它的味道都很濃郁 不錯 值得一排 它裡面有些薑 有些什麼辣辣的感覺 就是薑味有些蔥味 然後還有很大顆的八十丘魚 不錯這個 值得一次 好吃 我昨天鋪完那間拉麵店 上instagram之後 有觀眾介紹我吃這間天地人拉麵 我現在試試 這個拉麵 永遠買拉麵 都是有拉麵機 然後就買這個 八百日圓 吃一下這個好不好吃 Shit 我們要一個這個 然後就丟了一張 這個 再丟了一張 好 行 早晴 OK 買完 完成了 我現在來到這間天地人吃這個觀眾介紹的拉麵 我叫了這個就是一個定食套餐來一千元 一個拉麵再加一個飯 那這個飯就是 米里烤肉 拉麵套餐 我叫這個 這個米里烤肉 我試一下拉麵 是不是真的要說我昨天吃的那間差不多很好吃呢 不然他怎麼會介紹我來吃這間呢 先試一下 這個湯 這個湯很好吃 昨天沒有這麼濃郁 但是這個湯都不差 不是醫院吃的湯 這個湯都OK 這個湯都OK好吃 先試一下 這個湯加上的麵是精神合格的 OK的 又不是說世界級正 不是說 超好吃的 但是我覺得可以的 因為最重要的拉麵是 這個湯底夠濃郁 這個湯底的確實是很濃郁 因為我吃的是世界級濃郁 所以這個湯底對於我來說 就是 它是濃郁 但是未夠最濃郁 但是如果以這個價錢來講 我覺得它是差一點的原因 是 不是因為它不夠濃郁 是它每碗麵只有一塊叉燒 這個東西我覺得有點貴 因為昨天那間900日圓 這麼大條 但是這間800日圓 880日圓 這一塊 但是味道 如果不喜歡吃這麼重口味 我覺得這個你可以來試一下 因為這個都挺好吃 但是如果你說是很重口味 和Messon差不多 那你不要管這裡 你直接去我昨天吃的那間 但是這間都不差的 那溫泉蛋看下去 賣相都OK 嘗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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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嘗嘗嘗 這個東西 是那隻溫泉蛋 是我想要心目中的溫泉蛋 但是它沒有味 唉 差點失散 很難得可以吃到那種軟度 和那種熟的程度的溫泉蛋 它真的做到 但是味道真的不夠 那種香味 差點 嘗嘗這個叉燒 不是說笑 樣子好像是OK的 不過這個飯真的有點差了一點 嘗嘗 咦 有沒有可以加叉燒的 有沒有可以加叉燒 沒有 我想跟大家說 值得一試 但是這個的飯我反而覺得 不值得一試 因為你拌不上整個麵 它的叉燒是燒的 你試一下那種燒的味道 那種燒的味道 所以現在很軟 入口即肉 所以整件事是很滿足的 真的是第一次 但是很快 邊緣的 認住它 可以來試一下 那個7號的拉麵 是有300% 你點了7號 很貴百多的 那你點那個應該會比較多 嘗嘗這個飯 因為它的肉有看著它燒 它燒得很漂亮 嘗嘗 它沒有叉燒的肉那麼軟 但是呢 它也是燒的味道 燒得很香 燒的味道它做得很好 肉的質感差一點 又是這餐料 全部都差一點 是豬扒 是 它瘦 對 瘦 所以它差一點在這個位置 但是它燒的燒得超好吃 飯又超香 加上它的汁 這個100克麵粉 有93.43 對 是不是 它比奶麵還好吃 但是它的少許汁 已經可以令整個飯 很有滿足感 這個套餐 它有得剩餐飯的 你可以進來試吃餐飯 只吃餐飯也可以 因為我看到有些人都是剩餐飯 但是 真的值得吃這個西亞盒子 沒有解釋錯 不過不是拉麵 而是飯 幸好我堅持吃一些新的食物 這個香腥 我已經忘了一碗叉燒拉麵了 我只要吃一碗叉燒拉麵 我覺得如果一碗飯790日圓的話 我覺得1000日圓 你可以算兩個感覺都可以 如果你決定真的要來這間食 聽著 你第一天或第二天才吃這間 總之不要先吃了我們昨天介紹的那間 如果不是 很大對比 你會覺得這間浪漠 但如果你一進來就吃這間 可以的 就是由八十多分 跳到八十九點幾 全部東西都差跌 就是蛋好吃 但是沒有味 然後肉好吃但是不夠 麵好吃 湯差一點點更口味 但很棒的 都可以的 可以試一下 好了 現在晚上的時間八點九 因為今晚我坐十一點五十五分鐘機 所以我現在差不多要回酒店 拿回行李 那我就出發了 真的很滿足 剛剛吃的那間食物 原來它最有名 我上網搜尋或者在門口看 原來它剛剛的豬扒飯都真的很有名 所以大家值得來 真的一定值得來吃這個豬扒飯 整個口都是那種燒蜜的味道 很香 看到這裡逐逐都有人進來吃 全部都吃過豬扒飯 多過吃拉麵 那拉麵 如果你有朋友的話 就一個飯 一個拉麵 分享一下吃 如果你像我這麼大吃的話 你可以買一個拉麵 一個迷你飯 也可以 如果不是只有自己一個 或者你們都不喜歡吃拉麵 你們可以專心來吃飯 我覺得是一定要來試的 我真的一心都沒有想著 今次三天三夜之旅會來買東西 不過算了 放送給自己的生日禮物 都說不是買了很多東西 但是我猜不到不買不買 但到最後真的買了都OK 待會做最後就要坐在上面 然後關箱 就是這麼多 關到那個箱 那個箱多厲害 要這樣才能關掉 所以這些兩磅都做不到 是我才能做到這個重量 搞定 雖然三天三夜 但我真的很捨不得 因為這次真的很好玩 很滿足 快要走 因為這次真的跟平日不同 平日 我下午機或者7點多人中機 那4-5點就要出發走了 但這次可以玩到晚上了 所以我覺得真的 如果大家要快閃 晚上機 即是辛苦些 第二天要上班 但是 我覺得是一定要來 這樣玩是真的玩得最開心 好了 現在要走了 離開酒店了 那我現在出發去機場 但因為太多東西的關係 我就不拍Vlog了 那我們機場再見 那我看看一會兒 告訴大家 在哪裡坐車去機場 那就OK了 好 這麼快我們就來到這裡 這個南海站 那如果大家要回去機場 就來這裡 就在千日前那裡直行 去那個南波 總之你們應該是知道在哪裡 不需要多說 那這裡直接讓你買票 就直接去機場了 大家記得上網看好時間表 一定有時間表看的 你上網找 那我們就坐10點這輛車 那這裡就坐這個紫色線 對 就在這裡坐1 2 3 4 5 6 7 7 你就到這個機場了 我這次第一次坐這個方法 之前一直都是坐這一邊的地鐵 就去機場的 那些就逐個逐個暫停 還有沒有位置坐的 這裡就有滑位的 那我也是第一次坐這個 那這個價錢是1200多元一個人 那我覺得都OK 看看會不會真的快很多 因為聽說好像7個字就到機場了 喂 算了 我孤陋寡文 我這次真的第一次坐 OK的 這樣坐滑位很舒服 因為我們以前坐那些 你又要等位 又要逼位 然後站又多 那相差我上網看過的 好奇葩東西 我試試把這間火車的時間表 那些東西拿回到附近 看你們會不會看得懂 或者我拿不拿到 OK的 真的很滿意 好了 我們現在準備出發機場了 看到嗎 這些就是我們平時坐的地鐵 去市區的話 那我們現在坐這個十分之方便 耶 我們搭了八個字車程 就到了 那我們現在去機場了 我買這麼多東西都是11點4 雖然它包20 但是它很好人 YES 不用把東西拿出來 請 拜拜 好了 我現在終於到機場了 好多謝你們一連三集 看完我這個生日大阪京都兩地酒之類 真的很滿足 今次的生日旅程 跟以往真的很不同 去旅行 全部都是吃的 今次真的走風景 我沒時間買手信了 我經過手信譜 但我沒有買 因為我今天太趕了 因為吃盡最後 但是呢 今次這個行程 我都覺得值得參考 真的很少可 三天三夜是玩盡了 凌晨再回去 那我回到香港還跟大家見面 你現在見的我呢 就是22歲的我 那一陣子再見 那一陣子再見 就23歲的我了 我就快生日了 還有一小時就生日了 那一陣子再見 如果來到機場 千萬不要這麼問時間 因為還有這些手信的店 給你買 那這裡的東西跟外面的東西 又不同了 那這裡的東西 直接在這裡買完 直接拿相機 這樣就沒問題 比較方便 你可以預約半個小時 在這裡走走 有沒有手信買 那我呢 就因為上次來買太多的關係 我吃驗了 那我就沒什麼特別買東西 那告訴大家 還有一個參考 告訴大家 千萬不要預金問你 不然你買不到最後的手信了 我到最後買了這個 給自己做一個生日蛋糕 這個蛋糕呢 我吃過呢 在香港買呢 二百多元 這裡買就是一百二十元 是超好 這個超好吃 是超多層 我覺得很棒 所以你們來的話 可以試一下這個 那這次我就在這地方 就買了一個蛋糕 這個Manson十分推介 一定要買 第一次在飛機上面 倒數生日 我買了一個生日蛋糕 跟自己慶祝生日 我們距離我二十三歲的生日中 有十年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五 四 三 二 一 零 生日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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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 二十三歲了 生日快樂 耶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me Happy birthday to me Happy birthday to Manson BB珠珠 Happy birthday to me 耶 吹蠟燭 哈哈哈哈 我的願望是 色溫全世界 全部都是我的 Thank you 你的鑽燭 許願了 有啊有啊 許願 我的蠟燭 許願 OK 二 三 耶 36 快樂啊 Yuma醬 耶 耶 好我們吃蛋糕 飛機上未吃生日蛋糕 都是平一千 生快樂啊 聽不懂 生快樂啊 大小孩呢 蓋了二十三歲 我不是小鮮肉 我是小豬肉 剛剛回到香港 第一時間出境 第一時間還Wifi蛋 這間寶寶Wifi蛋呢 我覺得都OK的 因為它便宜的 到家了 你有沒有事要跟我說啊 真的嗎 不是啦 我回來 差不多兩分鐘 你說那麼多 又不要拿衣服出來洗 又怎樣又行 你有沒有事要跟我說啊 你行了 行了 明天給利是 哈哈 每一年都有媽媽的 生日利是收的 我每一年都沒有用的 我會保留給她的 好啦 那我們明天再說幾句 晚安 一年三集 生日 京都大阪油 就完滿結束了 很多東西大家看到這裡 可能這三集都未必可以介紹到 很多很多很多東西給大家 但是我都喜歡享受自己的旅程 我覺得這三天我真的放鬆了很多 希望你們看得開心 而我也玩得開心 希望這三集都幫到大家 例如坐車啊 或者Wifi 先說Wifi蛋 其實Wifi蛋是12元一天 其實那個Wifi蛋呢 我覺得是中規中矩 如果你對它沒有什麼要求的 我覺得OK的 上Facebook、Instagram可以的 但如果你說我用它很重要的 我要用它來看影片 那它絕對不是你想要的東西 即是如果你普通Google Mac 還有要看Facebook、Instagram 那些就OK 一班人用 但如果不是我覺得它也會有一點慢 即是去到某些位置 它搭得比較慢 那就是這樣 希望你搭車的路線 或者告訴你 什麼出口出的東西 我都幫到大家 其實現在都很方便的 其實你在地圖裡打 你要去哪裡 從哪裡 它都會出一個list 給你看 你要搭什麼車站 而多少分鐘有車 所有資訊性的東西 我都希望可以放到影片 告訴大家 那方便大家去旅遊玩到盡 幫你明天再見 為什麼明天可以見 明天即是今天 今天再見的原因 就是因為我生日 才會拍Vlog 幫你明天再見 明天和後日 即是16、17號 都會有Vlog看 那到時再見 拜拜 再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